一只小鲨鱼被吊在钢丝上 往水域移动 下一秒 而这 就是一只远古苍龙 鲨鱼在它面前 小到连牙缝都不够塞 早在数年前 科学家通过提取恐龙化石的基因 孵化出了一只只恐龙 并以此创立了恐龙乐园 每天的游客络绎不绝 老板都赚得盆满钵满 而为了赚更多马内 老板伪命小美 通过杂交技术 培育出了一头暴虐霸王龙 可当这天老板去视察时 一看到这头白色暴虐龙 内心都不由得慌了 看着被撞烂的玻璃 老板便让小美把围墙加固 迎脸暴虐龙出逃商级无辜 为此小美找来专家帕哥 让他去评估围墙风险 而这个帕哥可不简单 不仅兼职石大落 还是园内著名的训兽师 几头训猛龙在他面前 都不过是只乖宝宝 遇到同事不慎摔进迅猛龙的笼子 帕哥立马冲进去 通过友好交流与迅猛龙对峙 虽然表面淡定的不行 实则内心慌的一批 虽然训兽多年 第一次面对面还是怕怕的 好在迅猛龙被他安稳了下来 最后赶在关门前 帕哥一个翻滚 就成功脱离险境 随后他跟着小美来到恐暴龙的小窝 却发现恐暴龙不见了 看着围墙上凌乱的爪印 他们判断恐暴龙离家出走了 哪只身处小窝的帕哥几人 却被实验室通知 恐暴龙还在里面 几人撒腿就跑 却和恐暴龙打了个正正 随即他们赶紧掉头 但下一秒 这是头身高3米8的暴虐霸王龙 由于园区人员打扰他睡觉 现在正部不紧逼 追着帕哥就想拿他当大餐 只见暴虐龙被卡在大门 帕哥一个滑铲就躲进车底 他凭住呼吸不敢出声 就看暴虐龙闯出窝外 而躲在车前的工程师 却被暴虐龙发现 下一秒 帕哥见状 立马割断油箱 把汽油撒在身上覆盖体箱 正因如此 等到暴虐龙凑到他身边时 就这样蒙混过关逃过一劫 见暴虐龙躲进园区树林 老板派出特种小队准备对其抓捕 然而到了树林深处 队长却发现了 暴虐龙从自己身上扯下的追踪器 哪只一滴血液滴到队长手上 暴虐龙居然就藏在他们身边 小队立马发起进攻 队长却被一把揪起 使劲揉捏后 就给踩在地上领了便当 其他的士兵接连上阵 但战斗力爆表的暴虐龙 压根就不被上分好 三拳两脚就将整只小队完全歼灭 老板见事态一发不可收拾 便亲自驾驶直升机 前往树林猎捕暴虐龙 见暴虐龙在底下奔逃 他们一梭子加特林过去 暴虐龙却毫发无损 还撞破了一龙区的防护罩 这下可好 上百只翼龙冲出天际 对着直升机就是一阵输出 身边的保镖集体歇菜 老板也因直升机失控 一头栽到地面就此生鲜 然而事情还未结束 状况愈演愈烈 更多的翼龙开始冲出牢笼 往着园区飞去 前来支援的帕哥小美躲过袭击 便赶往热闹的园区 准备对游客进行疏散 却不料 他们还是来晚了一步 注意看 这大姐被翼龙抓走 在空中来了番双龙接力 接着他从高空被抛入水底 三只翼龙就一跃而下 叼着他就要当食物 哪只远古苍龙忽然冒出 一口就咬住翼龙 把他和大姐当做了下韭菜 然而最危险的暴虐龙还没抓住 由于他的基因融合了树蛙 能够躲过任何仪器的追踪 为此军方决定派出训练已久的迅猛龙 通过气味秀出暴虐龙的位置 只见竖指迅猛龙搜的冲锋 帕哥就驾驶着小摩托一路随行 没一会儿 迅猛龙就停下脚步 成功找到了暴虐龙 哪只这头巨龙 居然和迅猛龙交流了起来 小伙子们 俺可是有迅猛龙血统的呀 管我当爹可不过分吧 结果迅猛龙搜的就转过头 面向后面的特种部队 大火箭是不妙 立马就一顿火力输出 随着火箭炮一发过去 尽管暴虐龙被轰得直趴在地 但战斗力顽强的他 还是爬起来逃走了 随即部队深入追击 却被迅猛龙打了个团灭 而帕哥一行员 也被三头迅猛龙团团包围 可作为专业训兽师 帕哥缓缓伸出手 就成功说服迅猛龙加入自己阵营 就在这时 暴虐龙来了 哪只迅猛龙看向帕哥 就回头对着暴虐龙猛龙怒吼 结果 其他两小只见状 立马就冲向暴虐龙进行一番撕咬 但碍于体型劣势 迅猛龙还是给抬走了 眼见形势危急 小美集中生智 居然放出了霸王龙 双龙巨手 就对着彼此一番嘴臭 尽管霸王龙咬力极强 叼着暴虐龙就扭来扭去 但无奈手太短 暴虐龙两掌下去就把他打趴在地 眼见霸王龙奄奄一息 就要被当作盘中餐食 迅猛龙就满血复活 冲着暴虐龙就是猛龙突击 最后霸王龙翻身做主人 联合迅猛龙将暴虐龙团团包围 下一秒 好家伙 看来苍龙才是最大赢家呀 而最后霸王龙转身离去 迅猛龙望向帕哥 点点头眨眨眼做完告别 便屁颠屁颠跟着大哥跑了 不得不说 霸王龙属失惨啊 本来呆屋里睡美觉 却给骗出来吃夜宵 结果差点命都赔了 夜宵还给龙抢走了 太惨了太惨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侏罗纪世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